大家好 我是小豬 我在話劇社待了一年 演過一齣戲 聽說這次的公演請到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學長 而且聽說他又高又帥喔 對你愛愛愛不完 我迫不及待想要當他的演員了 大家好 我是阿正 我在話劇社已經兩年了 你知道嗎 演戲最棒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成為自己以外的人 你可以是英雄 也可以是乞丐 甚至脫離人類的身份 話說回來 聽說這次我們話劇社請來的學長非常厲害 甚至拿過大專杯的最佳導演獎 我超期待學長的指導的 哇哈哈哈哈 哇哈哈哈哈 哈囉 我是阿貓 我是話劇社的新人 之前在台下看別人演出 這一次終於輪到我上台了 而且更讓我興奮的是 這次的導演參與過無數的電演出 我永遠都忘記不了那些基點對白 他真的是太神了啦 還笑半蝴蝶 這次的演出一定場場爆滿 大家好 我是育生 雖然剛進話劇社沒多久 不過各式各樣的角色 我都想要嘗試喔 像是大姐頭 摄秀 還有就是清純美少女 雅達 聽說這次的學長不僅厲害 很強壯喔 啊 啊 啊 試一試 希望學長這次不會對我們太兇 學長是點到我還要啊 欸欸是誰跟學長接洽的 你們知道啊 學長長什麼 沒有天啊 有什麼情況啊 學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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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迎學長 平身 謝學長 大家好 我是這次公演導演 我叫Jimmy 今天我很高興可以跟我們話劇設計們一起合作 謝學長 能夠跟學長合作 真的是我們的榮幸啊 學長 我們盾裡都是久仰到明的呢 噓 名氣對我來說只是個浮雲 好 那這次的戲呢 我想用集體即興創作的方式來完成 所以一開始 我想請大家一起集思廣益 來討論看看 就是公演想呈現的主題是什麼 這話是跟大學生有關的 有什麼想法嗎 學長 我們可以改編一些經典名句啊 把時空背景換到現在 像之前台南人劇團 就有把契克夫的海鷗 改編成現代劇喔 誒 這主意不錯 那我們也可以改編 種下葉之夢 然後把場景設計在現代的東海 應該會很有趣 誒 對啊對啊 我們也可以改編童話故事 最近 電影不是很流行 改編童話故事嗎 有有 像那個 魔鏡夢遊 還有長髮公主 個 魔鏡啊魔鏡 都很有趣耶 嗯 改編是可以 但是要有創意 就失敗者 才會沒跟隨別人 那學長你覺得呢 我覺得 我們可以把一些經典的 舞選創作或劇作改編 變成以現代 變成以學生生活的背景 來思考 學長 那不是我剛剛提的嗎 有嗎 有嗎 你講的是模仿其他劇傳的創作 跟我說的有創意的改編 怎麼會一樣 對對對 學長是對的 不一樣的 這也不能怪你們啦 你們還太淺了 不能了解我的境界 好了好了 根據我剛剛說的改編 有什麼想法嗎 學長 嗯 如果我們改編 愛麗絲夢遊先進呢 把愛麗絲變現在高中生 再加入現在學生 最關注的孤單議題 嗯 有一天她 嗯 那個孤單的高中生愛麗絲 有一天不小心掉入了奇幻的世界裡 感覺很有趣欸 欸 那要一個旁白 就是我 場景就設定在高中的畢業舞會上 故事要開始囉 在很久很久以前 等一下 導演不是說要設定在現在嗎 喔 那 在沒有多久以前 出品 對 改編 歐 在没有多久以前 有一位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爱丽丝 爱丽丝是个不快乐的高中生 她总是觉得 在学校里找不到知心的朋友 虽然同学们并没有排挤她 但是在爱丽丝的心中 常常感到孤单 尤其在今天这个 非来不可的毕业化妆舞会上 没有办的爱丽丝 显得格外孤单 各位同学 欢迎来参加本校一年一度的化妆舞会 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今晚的最高潮 就是选出最佳舞蹈团队时间 所有人都要在舞蹟中 去寻找你的伙伴 一组最多六个人 最后我们将会选出今晚最大的赢家 Ready Go 对不起 不好意思喔 请问 不好意思喔 哇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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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不要挤 不要挤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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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道就不要来了 爱丽丝 你还在期待什么啊 你本来就是自己一个人啊 怎么会这样 场面为什么会动啊 好可怕 你却一直在做梦 怎么会动啊 那少人 也不敢 都是官冬的 爱丽丝 你是谁 为什么知道我叫爱丽丝啊 我是奇幻女王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奇幻王国 奇幻王国 那是什么地方啊 其实我们的王国 跟你们的世界是平行的 只是处在不同的次元里面 先前也有几个跟你一样的人 来到我们的王国旅行 旅行 我不是来旅行的啊 我是去参加舞会 先不管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迎接 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客人了 上一个来到我们王国的人 听说回去你们的世界之后 推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理论 叫做什么相对论的 时间太久了 我都忘记了 总之 你是来到我们王国的第一百个客人 我可以实现你的一个愿望 我在想说 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 我想先回去 好好好 我知道我知道 每一个来到我们王国的人 都说想要回去 我特别优惠你 再多一个愿望给你 再多一个愿望啊 那我想要知道 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到跟我一样的人呢 哦 你为什么 想要找到跟自己一样的人呢 呃 就是我觉得 在班上 也没有什么朋友 然后 也没有什么人了解我 我在想说啊 如果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那他就可以了解我 愿意听我说话 可以当我的朋友啊 嗯 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不过 你必须要帮助六个重度孤单患者 解决他们的问题 没解决一样问题 你就可以获得一样宝物 收集完六样宝物 你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怎么样 愿意接受挑战吗 只要 只要帮他们解决问题吗 好 我接受 这纸背包送给你 里面有患者的名单 还有水壶 祝你好运 谢谢 这边也太只动了 这又是哪里啦 我去找岛看好了 真是 为什么要来这里啦 找到不要参加什么舞会 如果不小心 回不去怎么办 你是谁啊 好痛哦 快不如放开我啦 拜托 哎呦 对不起啦 我 我是很羞达 我只要一紧张 就会想把叶子包起来 哎呦 不要这样 拜托 我快不能呼吸了 你放开我啦 哎呦 对不起啦 你 你不要激动 我是爱丽丝 我不会伤害你的啦 可是 可是之前那些伤害我的人 也都是这样说啊 不会 不会 我跟他们不一样 你 而且 你自己帮我锁在这边 你自己也不好受吧 对不对 嗯 那要不要打开放我出去呢 不行 外面很危险耶 而且 有很多动物会吃掉我 有好多声音好可怕哦 可是 那帮我锁那么紧这样子 你没办法吸收到养分 你会死掉的啦 不会啦 我会趁没有人的时候 偷偷打开来一下下 那你什么时候 会打开来一下下呢 不一定耶 大概是一天吧 有时候是两三天 两三天 你太超过了吧 我很会忍耐吧 哎 韩羞草 我想到一个方法 你要不要 尘口看看 哈哈 incoming 快メacas 快 快 含羞草 你看 你刚刚把叶子娜 打开 有发生什么事吗 嗯 没有 那你要不要 再打开来一次呢 可是 不要担心嘛 我就在这边保护你呀 我要保护你哦 嗨 韓羞草 好久不见了 来了好几次 你好像都在睡觉 嗨 小蜜蜂 加油 打开一点 这个是妈妈弄的蜂蜜水 很好喝哦 那我先去工作了 拜拜 韓羞草你看 你只要把叶子打开 就有好事情发生啊 因为我之前都有把叶子打开啊 可是就是会有那些 可恶又调皮的昆虫或动物 他们会扯下我的叶子 害我痛了好久 所以我才会这么害怕 可是如果你一直把叶子这样包起来 你就遇不到像小蜜蜂这么好的人耶 谢谢你 我会试试看的 这个送给你 这个是可以看透人性的眼镜哦 对不起啦 刚刚差点把你夹死了 没关系啦 谢谢你的礼物哦 其实我才要谢谢你呢 我啊因为太害羞了 所以一直都交不到朋友 不过刚刚因为你 我知道我有一个蜜蜂朋友 我想啊 只要你再勇敢一点 一定可以交到更多朋友的 嗯谢谢 谢谢 啊真好 啊全屁 啊又是不一样的地方 帮我等一下问谁 哈哈哈哈 我就是传说中拯救无数少女 行侠仗义的Z怪客 小妹妹你迷路了吗 那个其实我 你是否还会在人生的道路上 迷失的方向呢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只要你购买我的奇幻世界跑跑格偶超值包 里面有 指南针 星象图 卡罗牌 星座艺术分析 还有奇幻世界终极版地图 终极版地图 终极版地图 这么超值只卖1888 够划算吗 可是我 哦 你想看看超值包里面的内容是吧 这是你一次之举啊 不是啦 看 这可不是普通的指南针哦 它啊 可以明确地指出南北方向呢 诶 那个指南针好像差不多都这种东能 那你第一喜欢这个 赛德克巴莱全裸切名照 各种演员都有哦 我没有想要买那个诶 那不然卡罗牌怎么样 还是你想来点女生最爱的小物品呢 我跟你说 我有梳子镜子刀子温具化妆 有黑的红的尘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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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就是我的天赋啊 我可以针对你的需求 一直跟你对话 只要天荒地老让你不会无聊哦 可是我不需要 你需要什么 我都可以帮你找到 谁叫我是超级业务员 Z怪客呢 啊 我很幽默吧 哈哈哈哈 告诉你一个笑话 有一天小明拿了小张的橡皮沙 我听他怎么可以一直说不停 真的是 眼镜 小张就说会 然后他就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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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怪客 你还好吗 是谁 你愿意跟我说话 我是爱丽丝 我是来帮你的 帮我 没有人可以帮我 大家都不喜欢我 就算我再怎么努力跟他们讲话 都没有人要理我 其实你可以不用一直说话的 你应该去听听看大家在说什么 可是 如果我会不一直说话 他们就会觉得我无聊 就没有人要跟我讲话啦 那你这样一直说话 他们有停下来听你说吗 没有 而且啊 你长得一点都不难看 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呢 因为从来都没有人说我好看啊 我觉得你应该用自己的脸 去对待每一个人 而不是用面具 而且这面具看起来有点可怕耶 是哦 可是我真的可以吗 我想只要你愿意 穿下你的面具 又愿意去请听别人说话 这样大家一定很乐意跟你聊天哦 真的吗 至少我比较愿意跟现在的你聊天啊 爱丽丝 谢谢你 其实我一直觉得讲话好累 我只是害怕 如果我不一直说话 就没有人要理我了 而且戴着面具也很不舒服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啊 这是勇气面包 能给你满满的勇气 谢谢 祝你好运 我先走了哦 好 哈哈哈哈 来去找人聊天试试 好 你看这森林啊 哇 有鸟叫声 好清清的地方 好痛 好痛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不好不好 我一点都不好 我受伤了 你没有看到吗 我看一下啦 没有流血啊 没有流血 我受伤了 还不赶快扶我起来 好好好 对不起 我失血过多 我冰血了 我是不是不能跳舞了 我 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别那么严重啦 为什么 我的身体 什么不听使唤啊 老天啊 为什么要多做我宝贵的生命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那个只是破皮 那个很坏就会好起来的啦 你不能用你那粗壮的腿 来衡量我的玉腿吧 We are different 我的腿要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叫爱丽丝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 我是小神精灵啊 我口口了 我要喝水 喝水喝水 有有有 在这儿呢 为什么动作那么慢慢吞吞吞 你知道在这里等多久了吗 我肚子饿了 快去树上那些果实给我吃 好啦好啦 我真的是 你没事吧 你快吃 赶紧吃 这果实又干又涩的 能吃吗 你为什么不在树上那些 高一点的果实呢 那才真的是 又香又甜的果实啊 啊 我饿啊 我饿 我好饿啊 你 诶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呢 而且啊 如果我没有经过这边 难道你要在那边 我饿 我饿 就有东西吃吗 因为我受伤了啊 你为什么帮我啊 这么小气 我的家人朋友都会帮我啊 诶 如果有人愿意帮你 你应该感谢他们 你怎么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咧 我有打同心理感谢他们啊 而且 从小到大 都是我爸 我妈 帮我完成这件事 我自己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啊 真的是 哦 小生精灵 你是不是饿啊 嗯哼 你在那些果实够吃吗 哎呀 好香的面包哦 你还吃什么 我也要吃 不要 你 你竟然说不要 我是小生精灵耶 你搞不清楚状况吗 我受伤了 快拿东西给我吃 哎哟 哎呀 我刚刚帮你摘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也受伤了 脚也不能动了不是吗 好啊 那你丢外给我吃 哎哟 我的手现在很酸 举不起来 不好意思哦 呵呵 哦 我肚子好饿 快点东西给我 我要把面包吃光光 剩最后一口 啊 剩最多的 面包是我的 面包好吃吗 好吃啊 自己得来的面包是不是更好吃啊 而且 很多事情你自己都可以做啊 根本不用别人帮你嘛 好咩 好像也没有那么困难哦 本来就没有那么困难啊 好吧 以后我会适得自己完成这件事情 为了感谢你请我吃面包 我送你这个 那是什么 这个 这是 精灵粉啊 撒一点点在身上 就可以身心酥爽哦 送给你 谢谢 好 祝福你了我的朋友 拜拜 拜拜 哦 精灵粉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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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每一 每條路都不一樣啊 好 我去找找看好了 你哪裡有出路咧 我去 肯定是 那不就要 opportunities 啊 怎么办 就迷路了啦 周董 向 Platz 。 好 我是熱心住人的蠻牛戰士 小妹妹 你需要幫忙嗎 蠻牛戰士 我有點迷路了 沒問題 讓我帶你走出這片森林 跟我走 好 什麼變成小啊 像人們在手上的手 怎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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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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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 二 二 二 一 二 二 三 一 二 二 三 一 二 二 三 跟我走 怎麼該怎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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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該 哈 哈 哈 南柴無敵 風雪山起 嗯 蠻牛正式 我覺得我們好像要走回來了 沒問題 交給我 跟我走 不是 蠻牛正式我覺得 我們還是休息一下好了 然後熟悉一下這附近的環境 對不對 休息一下 喔 我走很久欸 你 是不是覺得我很雞婆 也不是這麼說啦 我這麼熱心幫人 卻還是常常讓人嫌 為什麼 我做錯了嗎 啊 等一下 蠻牛正式 我覺得我們有話好好說 有什麼好說的 反正 大家都討厭我 不喜歡我 那我就回到這世界 啊 啊 啊 蠻牛正式 你還好嗎 我好沮喪喔 不管我怎麼努力 大家還是不喜歡我 我真的不懂 我幫 hills 拉過來他們的菜苗 我來幫喬夫 砍完整座山的山林 不過 他們沒有感謝我 反而怪我 說我雞婆 這世界實在是太無情了 那個 那樣子好像不是在幫忙 而且 你太積極了 而且沒搞清楚別人的需要 這樣這邊會有壓力 會害怕 害怕 怕什麼 我只想跟大家做朋友 我又不會傷害他們 可是也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那種幫助吧 這樣子搞到後來 你自己也會覺得很疲憊不是嗎 好吧 是我太雞婆了 我不是說你雞婆啦 我是說你剛剛願意這樣幫我 我很感動 但我不希望造成你的負擔 你知道嗎 可是我不認為你是我的負擔啊 可是我不認為你是我的負擔啊 可是你也像你的態度 就會讓我覺得有點可怕 喔 對不起 我的意思是說齁 你在幫 你要幫助別人很好 但是在幫助別人之前 如果你搞清楚別人的需要 這樣你的付出 幫助別人會比較容易接受啦 幫助別人之前 要先想清楚別人需要什麼 喔 我好像懂了 謝謝你 對了 我只有這回音扇送給你 它可以保護你 把任何對你有攻擊性的武器 都反彈回去喔 謝謝 謝謝 不客氣 Good luck Good luck 喔 真是 剛剛真的是好險啊 不對啊 如果有六個 那這樣應該還會有兩個台隊啊 到底要去哪找了 嗨 喔 你是誰啊 嚇一跳跳 你好 我是愛麗絲 請問你又是誰咧 你好 我是蘿莉 我是一名弓箭手 哇 你的箭好可愛喔 可是這看起來很重耶 要怎麼發射呢 喔 我的箭呢 是用我的嘴巴發射的喔 嗯 這個只是我的裝飾品啊 喔 用嘴巴發射 那要怎麼弄呢 喔 Let me show you 等我一下 好 你們這些小小鳥 到幾點了還在睡覺覺 難道沒有聽過 早起的鳥兒才有蟲蟲吃嗎 啊 是誰 啊 你 自然 啊 怎麼這麼脆弱 都驚呼起人家說啊 See 我的箭很厲害吧 對 是還蠻厲害的 欸 阿伯阿伯 我來幫助你 謝謝 小姑娘你真好心啊 阿伯不要客氣 我很懂事的 我知道啊 對於你這種 快要死掉的老人家 我們都應該要尊敬他們 尤其啊 連這種 連路都做不好的 我們更應該要把他們 帶到路邊邊 以免妨礙加通 阿伯 你還好吧 阿伯 我再來幫你 你好狠心啊 阿伯 我怎麼又放箭了呢 阿伯 Sorry啊 蘿莉 我要怎麼跟你說咧 你在想話很小心你知道嗎 雖然你不是故意的 可是那個阿伯已經被你傷成這樣 真的是 欸 你 還有你們 為什麼都要這樣說我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人家還小啊 怎麼可以因為年紀小 都隨便亂說話呢 愛麗絲 我 以為你是我的朋友 沒想到 你這樣子說我 看我 對不起 你這自以為是的人 憑什麼教訓我 你不想當我的朋友 又直接說 我要不會怎麼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不是在教訓你呢 而且 而且我們是朋友了嗎 我們不是才剛剛認識 你的頭髮髮是這麼髒 穿衣服又沒有品味 我 才不屑做你的朋友 我 才不屑做你的朋友 我 才不屑做你的朋友 回音音聲 什麼 你穿衣服這麼沒有品味 我把把球這麼髒 我 才不屑做你的朋友 誰 是誰說話那麼難聽 這就是你自己的聲音 我只反彈回去給你聽而已 我才不相信 讓我再試一次 回音音聲 你這個虛偽的人 你根本就不等我 我才不要跟美皮的人交朋友 好痛 好痛 好痛喔 難道 這就是我說的話嗎 你起來了 你還好嗎 你現在知道 自己說話是什麼樣子了吧 是不是很傷人呢 嗯 可是 可是我又不是故意的 就是無心造成的傷害才可怕啊 你現在知道說話真的要很小心了吧 嗯 原來 就是因為這樣 才沒有人要跟我做朋友 大家看到我就跑掉了 阿麗絲 謝謝你 嗯 你讓我知道為什麼我都交不到朋友 我 我 這支劍 送給你 我要劍幹什麼呢 這支劍啊 它可以戳破虛偽的假象喔 嗯 一定會對你有幫助的 嗯 謝謝你喔 加油喔 嗯 啊 啊 哇 又是不同地方 到底是誰呢 剩最後一個 嗨 這是哪一國的公主 請來尋找她夢寐以求的王子呢 呃 那個 你好 我是愛麗絲 但我不是公主啦 你是瘋兒 我是沙 啊 沉沉綿綿 到天涯 紫薇 你是紫薇吧 不是 你千里迢迢 從中國 跑到這邊來看我 已經瘦了很多苦 瞧 你都瘦了 我都瘦了 欸 我是愛麗絲 我不是紫薇啦 我想我應該應該不會愛你 為了要努 努力努力的不愛你 友情 不要再從我身邊離開了 我是愛麗絲 我不是友情啦 別指望我了解 別指望我體會 愛不是點頭 就能挽回 暗真 我希望用我剩餘的生命 去挽回平凡的一天 好不好 可是瑞凡 我回不去了 不 齁 你搞什麼啊 我想去大會串喔 你很聰明嘛 居然可以跟我對戲 果然 喜歡我的人 都不是簡單的人物 欸 欸 我哪有說過我喜歡你呢 沒有嗎 哼 你該不會不了解自己的心意吧 你千里迢迢跑到這邊 不就是為了對本王之我 請述愛意嗎 喔 你不要那麼自以為好不好 我現在來幫你的 幫我 幫我什麼 我不需要幫忙 我唯一的困擾 就是 就是愛慕我的人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該選誰 你愛我 這是 你也愛我 怎麼那麼自厭的人啊 所有的人都愛我 啊 眼鏡 就是愛你 你愛我 為甚麼都沒有人喜歡我 為什麼都沒有人喜歡我 王子 你要把自己偽裝得更高貴一點 這樣大家才會尊敬你 愛慕你 對 我是高貴的王子 所有的人都愛我 所有的人都尊敬我 對 學著用我 偶像劇的招數來對付女人 女人啊 都是這一套的 對 學偶像劇 如果你會錯過太陽而流淚 那麼你也會錯過星星 愛麗絲 留在這邊 跟我一起創造新的生活吧 可是我沒有想要留在這裡的 你很開心吧 在這麼多人當中 我卻選擇了你 你應該感到無比的榮耀 You jump, I jump 王子 做得好 再把它抓緊一點 小心啊 它跑掉了 留下來 或者我跟你走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這樣子 該怎麼辦 你再變得不輕耶 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啊 我求你 不要走 我的寶石披肩 你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那些寶石披肩 說的都不是實話啊 它迷惑你 要讓你成為一個虛偽的人 這樣大家根本不會想跟你在一起的 可是 沒有了寶石披肩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面對人們 我 大家都會看不起我 你就算沒有寶石披肩 你還是王子啊 而且 你的人生要自己去活 一直學一些偶像劇裡面的台詞 你是教不到女朋友的 可是 我之前被拒絕 就是因為女生說我長得不帥 又不浪漫 那是因為她不懂欣賞你啊 你為什麼要跟不懂欣賞你的人在一起呢 可是 沒有寶石披肩 大家就不會知道我是王子啦 你王子 一個王子的氣質 是不需要寶石披肩來加持的 一個王子 應該是有禮貌 大方 而且非常紳士的 所以 我不用寶石披肩 不用這些偶像劇的對白 別人會喜歡我 老實說 我覺得 你不要穿那個披肩 比較好看 你是第一位這麼跟我說的人 謝謝你 不客氣 要對自己有自信 這樣人家才會喜歡你喔 這個寶石 送給你 謝謝你提醒我重新找回自信 這個寶石 已經充滿了信心的能量 希望他也能帶給你滿滿的自信 謝謝 我要繼續 去追尋我的真愛了 哦 六個了 我擊到六個 這樣一定可以完成我的願望 女王驾到 爱丽丝 恭喜你完成了任务 帮助了六个众多孤单患者 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也收集到了六样宝物 你可以回到你的世界去了 可是 可是我还没有找到跟我一样的人 其实 你已经见过他们了呀 有吗 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可能会有跟自己一样的人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不同的个体 但是 在这些不同中 也会有相同的地方 难道你不觉得 这六个孤单患者中 有一些跟你是一样的吗 有吗 你是不是有的时候 也会跟寒羞草一样 不敢打开心胸 去认识新的朋友 是不是有的时候 也会像Z怪客一样 担心别人 不听自己说话 像小森精灵一样 不勇敢 更像蛮牛战士一样 觉得都是自己 在对别人付出 别人却没有 同等的回应 有时候 也会像萝莉一样 讲出伤人的话 也会像王子一样 没有自信 相信 你在帮助他们的过程中 你已经慢慢开始了解 要怎么样面对孤单了 也请你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孤单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去找到 跟自己一样的人 而是要懂得去接受 并且欣赏那些不同 那么孤单 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去接受 别人跟自己的不同 女王 谢谢你 我想我了解了 爱丽丝 待会请你闭上你的眼睛 我将开启时空裂缝 送你回去 谢谢女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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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棒了故事了 真的 很有創意的故事吧 这样很不错吧 诶诶诶 那我觉得我的旁白还可以再多加几句 你把布啦 小妹咧 够了够了 这太肤浅了 你们以为这是儿童剧吗 敢那么多奇形怪状的人 孤单岂是那么肤浅的解释 孤单应该是一种 一种 一种内心挣扎酸楚 一种 不被了解的感觉 哦 那学长 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呈现孤单这个主题啊 孤单这个主题 应该 应该要再讲得更深入一点 那个故事性啊 要再更完整一点 学长 那 譬如说呢 那譬如说那个 那个孤单岛啊 那个角色啊 要再谈得更深刻一点 那孤单感要再更重一点 再重一点 嗯 导演 我们 还是不太懂你的意思耶 呃 可以举个例吗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哎呀简单来说 孤单这个主题太薄弱了啦 再换一个 那 嗯 嗯 学长 嗯 我们可以做 爱情的主题啊 嗯哼 爱情 自古以来 爱情 一直被大家讨论着 讲爱情 一定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 哎呦 不错哦 我也觉得可行耶 不过 要讨论爱情的什么啊 对啊 我们来讨论爱情里不断出现的错误 嗯 嗯 哎 那如果我们用两个组来对照 一个是意象 一个是现实 有 一个女孩 不断的在堆叠着她的爱情金字塔 传说 只要将牌堆叠成金字塔 就可以获得爱情 可是 女孩找不到窍门 不断的失败 嗯 然后 另一个女孩 则在生活里 不停的失恋 却 还是期待 爱情的到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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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啊 嗯 嗯 就这样啊 你知道哪里有大草原可以看吗 欸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 有啊 你在画什么 我要看 给我看 不要 好 让我看一下嘛 喂 给人家看你到底怎么样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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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麼 不能認真在話耶 可是這跟我夢裡的真的差很多啊 有嗎 好嘛 不然等我們考完期中考 我再帶你去晴天剛看大草原 一定喔 打勾勾 1 2 3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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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成功了 我們成功耶 那個你累不累啊 我們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啊 好 休息一下 你…在幹嘛啊 你在幹嘛啊 沒啊 在看電視 看電視 這麼好命喔 還好啦 剛好今天沒課啊 又不用打工 欸 我跟你說 下星期一我們公休 你不是也沒課嗎 我們去晴天剛玩好不好 我已經訂好火車票 也上網查好地圖囉 哎呀 小心小心 你看 跌倒了吧 對不起 有沒有怎樣 沒事啦 沒事齁 小心跌 好啦 我們繼續跌排吧 嗯 喔 可是 怎麼樣嘛 反正我們剛考完是 而且 你說過 考完是要帶我去的啊 可是我現在不想去那耶 最近 沒那情緒去玩啊 而且 我想趁我休假的時候 看完我做的漫畫 不然要到齊了 走 怎麼了 累咯 嗯 加油 不要放棄嘛 我們一定可以成功的啊 我開始懷疑 為什麼我們要給這個東西了 你不覺得我們這樣很無趣嗎 什麼意思 當初不是你覺得有趣 所以才有一起疊的嗎 可是我們一直失敗 或許根本就沒有人可以疊得起來 可是你不是說過 跟我在一起很有趣的嗎 你知道人是會變的 當初我也沒有想過 我們在一起之後會是這個樣子 你難道不覺得 你都沒有自己的生活嗎 我覺得 或許 我們比較適合當朋友 或許 我們不適合一起合作 你會找到比我更適合的人 你會找到比我更適合的人 沒關係 我可以重新開始 沒關係 我可以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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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難的 我可以重新開始 我可以重新開始 你失敗 是誰把東西擺在這邊的 莫名其妙 把東西吃下去 快點 動作快動作快 不要慢吞吞的 要多久 要多久 拖拖拉拉的像什麼樣子 快點快點 嗨小豬 下禮拜要比賽了 自主練習的時候不要偷懶啊 誰偷懶誰完蛋 嗨 小豬 嗨 是你喔 給你 謝謝 其實你不用這樣 一直送我飲料 我說過了 我會收到你願意跟我交往為止 所以 你願意嗎 好 我要去練球了 晚點聊吧 快練球 沒事吧 可以嗎 怎麼辦 怎麼辦 還吃得來嗎 怎麼辦啊 那是 小豬 你怎麼了 我還好 我 等一下 你要做什麼 你不是受傷了嗎 我要帶你去看醫生啊 不用了 我自己下來走就走 老師這麼不小心 一天到晚受傷 好浪漫喔 他們一定會在一起 看得很高興齁 球都不用練了嘛 你能訓練 預備 請補走 嘿 你在做什麼 對不起 不是故意要嚇你的 其實 我在旁邊觀察你很久了 觀察我 對啊 因為我覺得你很有趣 也很有耐心 雖然你的牌子倒 可是你都沒有放棄耶 喔 那是因為我想要得到愛情啊 傳說中只要將牌疊成金字塔 就可以獲得到愛情 我跟你說喔 我有發現一個訣竅 什麼 你看喔 如果你疊下層牌的時候呢 你應該用這種手勢 慢慢的 欸 這樣比較穩 欸 然後呢 你疊上層牌的時候 如果你用這種手勢的話 就不會倒了喔 好像是耶 要不要試試看看 嗯 那你要跟我一起玩嗎 嗯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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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加油 我們會完成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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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摔下來怎麼辦 你這樣 欸 你有沒有想過 畢業以後的路啊 畢業 嗯 我應該會先去當兵吧 當完兵就去找工作啊 喔 怎麼了 喔 你該不會是想要我們畢業後先結婚吧 唉唷 神經啊 我才沒有想要這麼早嫁人呢 要不然是怎麼樣呢 嗯 其實 我想要畢業之後出去看看 出去 嗯 去哪裡啊 美國啊 還是義大利 德國 去哪裡都好 我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喔 你想出國玩 可以啊 我們可以現在開始傳錢 搞不好畢業前 我們就有旅遊基金囉 我不是要去玩 我是要去 留學 留學 嗯 嗯 沒關係 我們還可以再來啊 嗯 我想要去念個兩年 拿個碩士學位回來 這樣 回國也比較好找工作啊 為什麼你沒跟我說過 因為 我們一直沒有談論過未來的話題啊 那我怎麼辦 欸 我又不是不回來 而且 兩年也沒有很久啊 什麼叫做兩年沒有很久 你去國外兩年 誰知道這兩年會有什麼變化 那 那你去當兵一年 我還不是要一個人在外面過 那不一樣 我去當兵 我會有休假 我可以常回來 可是你是去國外 我也會有休假 也會回來的嘛 小竹 你看著我 告訴我 你愛我嗎 你這樣 我回答不出來 我覺得 你的方法錯了 什麼 從你疊牌的姿勢 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沒有找到中心 你看 應該要像這樣 我教你的 這樣比較穩 可是你看啊 這樣子 牌也站起來了啊 小竹 拜託小竹 拜託小竹 把我規劃在你的人生好嗎 你這樣 我覺得你的未來根本沒有我 你這樣 我覺得你的未來根本沒有我 知道嗎 有我 跟你 我覺得我們進度 超順利的啊 你知道嗎 或許 我們的未來 是不一樣的 出國留學 是我的人生規劃 如果你愿意等我回来 我们再来谈我们的未来好不好 可是 我们失败了不是吗 你为什么不要照着我的建议来试看看 我们之前 不都是照着你的建议来试吗 我觉得我们只是缺乏时间跟耐心 慢慢来 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多久 要等多久 我的规划里面就是没有出国这件事啊 而且是去国外 变数这么多 万一 你变新人呢 如果一段感情 进不起考验 那不管我有没有出国 这段感情还是会结束啊 我觉得 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小猪 你变了 我没有变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那你不能为了我改变吗 我想 这是你自己的牌塔 应该由你决定 用什么方式堆成 亲爱的 这 这不是我改不改变的问题 而是 我们为对未来的人生 想法真的很不同 谢谢你 如果你坚持要这样 那我也有话可说 这不是你的错 没有人的错 是我们 我们的未来 没有交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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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无法接受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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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重新開始 我還可以 我還可以 好悲傷喔 這樣大家會不會覺得愛情沒有希望呢 不會啦 那個女孩還是期待愛情啊 她還是有相信有一天愛情會來臨 所以她沒有繼續放棄堆疊她的牌塔 唉 愛情就是這樣 你愛她 她愛她 然後 她又不愛她 無解 所以自古以來愛情就是所有人的痛啊 膚淺 人生又不是只有愛情 這故事太膚淺了啊 導演 你一直說不行 那你有什麼更好的想法嗎 你們 你們 難道你們腦袋裡 就只有這些東西喔 你腦容量這麼少喔 導演 導演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們程度沒有那麼高 看得不夠多 不夠廣 可以請你告訴我們更明確一點的方向嗎 我 我怎麼給啊 這樣就不是集體即興創作了啊 集體即興創作 就是要大家一起構思一起創作啊 可是我們想的你都不要啊 不是啊 是你們想的 太錢了 太錢了嘛 根本不能用 我如果用了 我有怎麼在劇場接力主 你們難道不能把自己的水平提升一點 跟我一樣的水平好嗎 有 都怪我們就好啦 請問導演學長 你那是什麼水平啊 你這什麼意思 我們水平不夠 故事我們寫 戲我們演 你他媽的唠唠叨唠唸了一堆 請問你有提出什麼有建設系的想法嗎 有啊 我不是都有說了嗎 我說可以改編啊 把經典明確的背景改成現在學生生活啊 那根本是小豬的想法嘛 沒錯 你根本就沒什麼想法 唉唷 現在怎樣 惱羞成怒了喔 不承認自己腦殘 反而怪學長沒給方向啊 這就是你們年輕一輩 對待學長的方式嗎 要我跟你這種合作 我實在排不下去啦 再見 我也一樣 你自己排吧 靠 抗壓性這麼低 你們兩個 不要學他們這樣 要成為一個成功的人 要禁得起別人的批評 要虛心受教知道嗎 那導演啊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到底要演什麼呢 我都有說了啊 我說可以改編啊 這看你們想做什麼戲 又不是我會跟主導 我沒那麼獨裁 我很民主的 導演 我在書上有看過 所謂的集體集心創作 是導演決定一個主題 由演員們和導演去找相關資料 回來一起討論 再由導演提出一些集心的情境 來讓演員們練習創作 唉唷 你拿書來壓我啊 我告訴你 實作比書上寫得更重要 書上都是假的 你有經驗嗎 你經驗有比我多嗎 你居然敢嗆我 導演 我們原本很期待 可以跟你合作的 沒想到 你只是一個 自我感覺良好的自大狂而已 很抱歉 我們不想跟你合作 把我的心還來 很好 很好啊 現在年輕人都那麼猖狂啊 講你們幾句就這樣 說我自大 拜託 我的經驗 哪是你們這種凡人 可以理解的啊 唉 算了啦 反正啊 有才華的人 注定孤單啊 要不就嫉妒我 要不就程度淺 跟不上我的腳步 孤單是我的人的配備啦 欸幹嘛 幹嘛關燈 欸沒看到我在這裡喔 欸 幹嘛關燈啦 欸 欸 欸 怎麼會這樣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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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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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姜姜 我在劇中是飾演印象組的女孩 大家好 我是凝汝 我飾演的是女王的蒲蟲跟傅琴函 大家好 我是玉森 我飾演玉森 大家好 我是小豬 我演小豬還有排球隊女孩還有小蜜蜂 大家好 我叫Jimmy 我在劇中飾演的是個自我感覺良好的導演 哈囉 我是阿貓 我是在劇中演阿貓跟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陳正 我在劇中飾演了阿正 然後老人被射下來的鳥 然後還有女王的四位跟很奇怪的排球隊教練 好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這次的導演兼編劇 也就是我們大開劇團的酒令老師 好 謝謝大家 我叫酒令 然後我是大開劇團的團員 很高興就是今天來了這麼多的觀眾 然後你們也給他們非常大的信心 然後今天好像有很多的朋友團 等一下我們就看哪一團比較大聲好了 好 那首先要感謝就是東海大學這邊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環境 跟我們的一個教學卓越計畫 所以才讓我們大家可以聚在這裡 然後我覺得這個計畫非常的有意義 那也非常感謝學務處的學務主任嘛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這個心理秀計畫的負責人就是佳慧 那我們這四年來就是陪著很多很多的孩子們成長這樣子 然後每一屆都讓我覺得就是哇怎麼越來越棒越來越厲害這樣 那另外呢今天我們可以站在這裡表演還有一個要感謝的團隊就是大開劇團 那今天我們大開劇團的團長也來到了現場 請我們咪咪團長跟大家揮揮手 真的要很感謝就是大開劇團 因為像你們所看到的舞台啊 然後還有燈光這些都是大開劇團我們專業的就是舞間 然後還有我們的燈光設計 幫我們一起來就是營造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環境讓我們可以有一個這麼專業的演出這樣子 那其實這四年來呢 我真的是就是跟著就是歷屆的那個心理秀的學生們 就是一起成長 我也從他們身上學習到非常的多 那因為這個團隊很特別 那他必須要經過徵選才能進來 所以我不曉得是因為徵選還是因為怎麼樣 就是真的